一部电影《被禁》有很多理由 然而你有没有听过一部因为浪费食物而被禁的电影呢 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雏菊》 导演是由东欧最前位女导演 杰克电影第一夫人之称的维拉·希蒂洛瓦 作为杰克新浪潮的领军人物 她的一生一共拍过20多部影片 1966年的《雏菊》是她的成名作 影片的表现手法非常实验 超现实主义的凌乱叙事 华丽的视觉 强谓大胆的剪辑手法 都提具个人风格和先锋精神 甚至可以单纯的作为视觉盛宴来欣赏 影片讲述了两个都叫玛丽的年轻女孩 她们形影不离 疯疯癫癫 电影没有讲述任何关于这两个女孩的背景介绍 她们就向两个外星人空降到这个世界上 这世界的一切都堕落了 在一切堕落之后 让我们也堕落吧 电影的开端 两个女孩就宣告了她们对抗这个的准则 她们试图打破一切条条框框 以她们自己设立的游戏规则来解构这个堕落的世界 整部电影由不同的片段拼贴而成 没有具体的固执线 我们也不得不打破常规 跟随她们陷入无边无际 光怪陆里的奇幻异世界之中 她们到处搞破坏 戏弄别人肆无忌惮 可是却让人讨厌不起来 她们一起和同一个老男人约会 餐桌上 金发马力吃饭顺序从甜点到主菜 一整只鸡再到前菜 并且吃相极其难看 捧遍老男人登上火车假装和她远走高飞 然后又在火车开动后逃之夭夭 她们跑到上流社会的舞会上捣乱 骚乱客人 最后被赶了出来 她们放火烧房子 放饮暴食 吃掉剪下的食物图片 她们用剪刀互相剪对方 电影画面也变成了华丽的碎片 她们想方设法找乐子打发无趣 总是期待着发生点什么 然而疯狂过后 她们开始意识到 一个人的存在要靠什么来证明呢 人们并不会关心她们是否堕落 也不会注意她们所做的坏事 社会的大门对她们全部上了锁 不甘心的两人 偷偷潜入了一个豪华的晚宴 毫无畏惧地偷吃桌上的美食 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 一片狼藉过后 她们被扔到了河里 两个人终于决定要痛改前非 她们回到晚宴 开始修复和弥补晚宴 本来的样子 她们把吊了餐具 捡回到餐桌上 她们把敲碎的盘子拼合在一起 她们把地上的食物 摆回到盘子里 之后两人躺在桌子上面 为她们的修复成果 沾沾自行 她们说 我们真的很高兴 然而掉灯结束了这一切 她们在这场惨白的堕落中 走向毁灭 在整部电影中 看似毫无逻辑的剪辑 其实也有着一条主线 就是一个事物走向灭亡的 堕落的过程 串联其中的是一个个 荒诞 梦幻 大胆凌乱的片段 剪辑的混乱 使观众对张扬艳丽的色彩 和场景十分关注 这些色彩和场景的转换 会让习惯于传统叙事的观众 感到费解 但是影片的每一个剪辑细节 其实都弱有所致 使得观众在影片的意识流里 建立并展开一系列 属于自己的无穷想象 也许我们都不明白 这些剪辑的拼接 到底指向什么 但是我们都在这其中 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 本片的导演在大学 读的是哲学和建筑学专业 毕业后却从事了时尚模特工作 这些经历都对他今后的电影创作 有很大的影响 本片的色彩运用和人物造型 是一大亮点 两位余演员在片中 一共更换了十几套衣服 每一个造型放到现在来看 都是非常时髦 并且十分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加上充满视觉冲击力 五彩缤纷的画面 精灵古怪天马行空的表演 使影片充满着奇幻色彩 导演维拉·希蒂洛娃 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雏菊》是一部告诫年轻人的电影 导演一开始就让片中两个女孩 用表演告诉观众 我不是想告诉你一个故事 讲给你一个道理 让你去相信 这只是一场关于生活的表演 在影片的结尾 字幕出现 这部电影像给精神生活 完全混乱的人 或许每个人都能从这部电影中 发现自己 了解自己吧